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威爾收聽我們是威爾 今天8月19號又到禮拜五了 那還是一樣先祝大家這個週末愉快 然後就是農曆七月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出入要這個注意安全小心平安 那我們還是看到說像是最近啊 這個新聞報很大 這個東南亞柬埔寨這個緬甸的這個詐騙人口販賣案件呢 還是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去提醒金盤好友 就碰到相類似的這個狀況啊 千萬千萬要小心 然後也為這些就是還沒有辦法平安回家的這些人 可以一起祈福然後希望他們可以早日平安回家 然後也敦促我們的政府可以早日盡快去做一些 有一些作為可以去幫助這些人 那我們再回到說今天的股市呢 其實我們看到說 這個禮拜的股市啊跟今天股市是一個開低走高 然後收在平板附近 那其實這個禮拜前面幾天 都是差不多這個狀況 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 都是一個震盪整理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我們今天其實就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標題下的有點狂妄就是說 漲停尬空的大標股呢我們是大把大把天天都在抓 就是尤其在這個禮拜不是一根一根抓漲停 而是一把一把抓 那我們今天就會來回顧一下我們這個禮拜的績效 那這邊下面呢也就是整理出來就是這個禮拜呢 比較強勢的一些這個尬空標股 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像是這個輪飛 大家本來輪飛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現在也經過這個禮拜可能也很多人都知道了 這個大家說是這個朱立倫國民黨概念股對不對 對今年已經漲了七倍了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還有像是這個權有啊 鋸庭、華金、百岩跟遜洲的這個部分 那還是一樣呢 在節目開始的時候呢 請大家不要忘記先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就我們平常在盤前盤中盤後的時候 才能把一些個股即時有效的一些資訊 就是最即時最有效的傳送到大家的手中 那怎麼加呢 就在影片的下方 會有這個資訊欄位 然後有下拉式選單 可以有這個LINE跟Telegram的連結 可以直接去做一個點選加入 那大家看到說呢 今天我們的獲利是持續墊高 今天這個禮拜 其實我們每天都有耗盡高 3到5根甚至6根的漲停 那我們看到說這個輪飛呢 現在它的獲利其實累進破百 已經到116.67% 那像是劍達百岩 都差不多6、70%的一個獲利 那權有重期呢 也都是差不多4、50% 那還是一樣重申說 這些持股其實我們都是從 7月7月上半 快7月中的時候 這一次的這個牽點反彈波段 開始之前 我們才去做一個調整的 其實都沒有持有非常久 其實都持有只要幾個禮拜 到一個一個月左右的一個時間而已 那還是一樣 因為這邊我們持有的 目前是比較多的實際檔 那如果說大家針對任何一檔 有特別的問題說 我們怎麼去選到的 然後怎麼樣去設定力挺準 進出場點位 或者是AI可不可以追等等的一些細節的問題 請隨時有興趣的話 都不要忘記說 私訊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那我們都一定會進一步去回覆 可以進一步討論 那我們看這個是8月19號 就是今天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今天呢 全有華晶跟倫菲 又是來到一個漲停外 其他像是耀華跟遜舟也是一度 在盤中的時候幾乎要來到一個漲停的這個狀況 那我們看 所以今天禮拜五 我們三檔漲停 那昨天8月18號禮拜四 是最好的一天 我們有六檔漲停 全有華晶、創威、巨停、台端還有倫菲 昨天有六檔漲停 那再前一天呢 禮拜三、8月17號 我們有四檔漲停 而且我記得在禮拜三、8月17號盤中的時候 其實像是當天的這個名陽 跟當天的好像是陽明光 也都有來到幾乎一個漲停的這個狀況 在盤中的時候 所以那一天呢 其實是四檔 或是可以說是四到六檔 那那天的漲停就是 全有巨停百言輪廢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禮拜呢 有幾檔啊 像是全有百言輪廢 這不停的一直在重複的一直在漲停 那我們看到 我們每天知道說 輪廢呢 其實已經連續六天 是來到一個漲 連續來到一個六天的漲停 連續六天的一個漲停狀況 那8月16號呢 我們那時候的這個漲停 就是百言跟輪廢 那8月15號是禮拜一 8月15號的時候的這個漲停 就是輪廢 重期跟福大 所以我們標題一開始下說 這個禮拜呢 我們的漲停是一把一把在抓 那尤其是在這個盤面在震盪的時候 就是這些漲停 但是其實我們任何事情都是一提兩面的 這個是我們覺得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的開心 可以有這樣的獲利 但是呢 其實還是不忘說提醒大家說 這很有可能是一個末路狂花 一個就是熊市反彈的一個最末端 就是因為這其實也不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就是最後都是一直在拉一些趨勢標股 一些有些人甚至可能認為它是一些爛股票 要邀股的股票 那這樣子其實很有可能 就是接下來盤面會是一個反轉的狀況 那還是不斷去提大家說 還是要特別的小心 那哪些原因呢 其實前面幾天也在提說 目前就是全球的這個通膨呢 其實有些人我們希望它降溫 但是很多人認為說它其實不會那麼快降溫 甚至會一直持續到明年 然後把美國和這個中國 甚至歐洲全球的經濟拖的持續去通膨 甚至持續去衰退 接下來的24個月 一到兩年都可能這樣的狀況 但是加上說這個中美對抗烏烏二戰爭 國際政經問題不斷 然後前面一個多月這個反彈呢 美股談了二三十趴 台股也談了十趴 這樣子一個大波段的反彈 其實我們都沒有看到總體實質的一個強大力多 去支撐這樣的反彈去持續下去 那我們認為就是市場目前其實就是一個過度樂觀 已經來到一個從事反彈末端的一個無知之談 那還是一樣不管是白宮華街的這個陰謀論 或者是台股的這個主力大戶 他們很多在誘多這個市場的散戶 那最後把散戶的心態全部轉多以後 才會去真正進行一個坑殺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前面這1000點 談上來原本很多散戶做空的這個散戶多空比 市場差不多20%左右現在已經轉到非常散戶 又從很多原本去做空的散戶呢 最近其實又是被尬空尬到一個就是要嘛出場 要嘛甚至有些散戶又要開始反手去做多 那真正這樣的時候呢 再加上說我們前面討論說 這些市場比較異常的這個飆漲的一些個股的現象呢 大家就特別真的要注意了 那還是一樣呢我們認為說 不管現在市場到底在真的是轉多還是一個又多 那現在還沒有轉弱 他現在還沒有轉弱的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原本可以持有的一些多單 我們就還是去持有 但是我們就不斷去上調 去嚴守我們這個停力停損的壓力支撐點位 那我們看到台股今天的這個日線圖的話呢 今天是一個開低震盪然後收在平盤附近 中央上漲0.08%然後成交量差不多2200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目前是持續就是有守穩季限 但是呢如果說他即使有機會繼續上工的話 這個15500點跟15600點這個壓力 其實還是非常大的要特別小心 那其實我們看到今年一直到最近呢 其實外資都是持續在繞跑 沒有連續的一個購力的一個買氣 然後目前呢整個主力大戶的籌碼 是持續去鬆動 只有投信呢最近是持續比較力挺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看到今天台股呢一些 主要全職股的話 比較值得注意的今天 其實今天的變動 因為開低走高最後收在平盤附近 主要變動到不多 然後漲跌又是來到一個漲 就是漲跌互見 就是漲跌加速各半的一個狀況 然後大部分全職股的漲跌股其實也都不大 差不多只有0.幾%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就是聯發科 今天跌了1.28% 又跌回了700元大關之下 目前是693 那大家要持續注意聯發科 那再來呢就是像是 聯電的部分今天的漲幅是比較大 今天漲了1.18% 然後是持續維持在40元大關之上 目前是43左右 大家也可以持續關注 那萬一接下來下個禮拜 其實我們昨天在這個簡訊 LINE的簡訊跟Telegram的簡訊裡面 其實也有用這個美股的這個內部交易人 就是美股的這些大戶啊 他們去賣股的這個狀況 那其實前面幾天呢 又是來到一個突然一個爆衝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過去這個大空頭時期呢 每次這個內部交易人這個大賣股的時候 其實大家要特別小心 那其實用這些 剛剛這些資訊請大家 就是即使接下來呢 這個股市有一個拉回 那只要我們就先做好心理準備 去散射停利停損 其實就沒有什麼好怕的 那以納斯達克影響台股比較多 納斯達克去參考的話 我們之前就說 在這個一萬兩千五百點 就下降壓力軌道 切到目前這個K棒的這個 切線那邊 一萬兩千五百點到一萬兩千兩百點 就可以去參考 做一個停利停損的一個 參考點位 那以費班指數來講呢 就是在兩千九百五到三千的 這個整數大關的這個區間 可以去做一個停利停水 那最近呢 以它的形態來看呢 也是要小心它會有一個 M頭成型的一個拉回 但是昨天其實 這個費班是大漲了2.3% 又是一個就是前天大跌 在前面兩天大跌 然後昨天又大漲 就是有時候盤勢反轉的時候 也會有這個現象 就是大起大落的現象 那反而昨天這個費班大漲的時候 那納斯達克呢 卻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只有漲了0.2% 這也是比較異常的一個現象 那 在接下來這個盤勢 就是反彈 就是熊市反彈的末端 然後盤勢又可能比較震盪 甚至拉回的時候呢 其實最後再跟大家分享說 可以看到這個線圖 是非常的誇張 這個倫菲電腦2364 它今年從二月到現在的漲幅 已經漲了八倍了 已經漲了780%了 已經漲780%了 在整個這個全球股市 跌了稀里花辣的時候 輪飛電腦卻漲了780% 但是呢 我們雖然沒有辦法知道說 它到底為什麼 這個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用基本面子 用技術面去看 技術面跟充碼面去看 雖然我們不知道 它到底在漲什麼 但是呢 它已經幫我們獲利了 100多%了 然後呢 它最近的這個漲勢 會那麼強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 最近很多的這個市場散戶 認為說 它為什麼會漲成這樣 就沒有道理反而去做空它 結果導致它最後的一個 就是連續好幾天的一個 尬空的異道出現 就連續漲停了好幾天 但是我們目前呢 就會去持續去持有 它觀察後續的狀況 那以權有來講 2350它已經漲了 上去四倍 上去380% 那目前也是持續走強 我們就可以 今天又來到一個新高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是持續持有 觀察後續的狀況 那在節目最後呢 因為時間有關係 其實我們能分享 今天就先到這邊 那還是請大家不要忘記 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幫我們按個讚以外呢 這邊的持股 或者是你們自己的持股 或者是任何金融市場 投資交易的任何問題 請不要忘記 透過LINE跟Telegram 隨時私訊來進一步討論 那什麼加呢 就在影片的下方 的這個資訊欄位 會有下拉式選單 有LINE跟Telegram的連結 可以直接去做一個點選加入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就下禮拜再見囉 週末愉快 拜拜